嘿嘿嘿 鬼祥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ZC派對是一個讓大家脫掉內衣 輕鬆hangout的地方 來聊聊一些正經老母 正經一個私情 大家好 我是綠黨前秘書長 Zukim aka Z教授 大家好 我是綠黨共同交集人 驚奇律師 我們都是 綠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 動算動算 歡迎來參加我們的Green Party Z社派對 動算動算動算 好 大家好 這是Z社派對的選舉期間的短系列 那我們會訪問幾個不同的小黨 對於少子化這件事情的看法 跟他們提出的對策 然後就希望能夠讓聽眾對台灣少子化的現況 還有就是到底未來可以怎麼解決 這個事情有一些想法 然後我們今天的來賓是 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的何宇蓉 那我們讓宇蓉來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哈囉 那個竹琴好 好久不見 因為我們雖然黨叫做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 但我們這一次出來的區域立委 加上不分區的候選人 其實大多蠻多都是蠻年輕的 包括我們這一次推出了三個三寶媽 就是說我們有三個區域立委 都是生了三個小孩的媽媽女性這樣 哇所以你們完全沒有造成 你們就不是台灣少子化現象 對 你們就在努力打破少子化 好那台灣的少子化現象 我覺得大家一定也都知道啦 就是這個已經是台灣近年來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但是數據上來說 台灣的就是出生率是真的很低 2021年只有157019人這樣子 平均育齡婦女 就是一個適合生小孩的婦女的這個生育人數 一個人只有生0.98個小孩 那要達到人口替換水準 人口替換水準的概念就是 死掉的人跟出生的人要一樣 那就是那我們的人口總數就會一直維持 是要一個婦女要生2.1人 那只要低於這個的話 就人口負成長 生育率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整個國力嘛等等的 所以他們好啦就是觀察這個也是合理的 那我想問就是你覺得台灣的高齡化現象 到底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我覺得整體的育兒環境都非常的不友善 我們問很多年輕人 問他們會不會想生小孩 他們第一時間就是 我連自己的生活都照顧不好 我怎麼可能想要再生小孩 再來就是我生了小孩之後 我要去顧慮到我所有的生活品質可能都會下降 好然後另外就是別人看待我的眼光 我帶著小孩出去的時候 我可能會變得異常的不是歡迎 因為有時候我孩子有時候不是那麼可控的一個生命 對因為他在0到2歲的時候 他在他的生命的發展上面 他不是這麼順暢可以溝通的時候 他有他的需求 他可能任何時候他想要喝奶 那你在捷運上面的時候 你在哺乳 你在捷運上有地方可以哺乳 車廂裡面是沒有的 然後你要去下了捷運站之後的公共空間 但是其實現在有所謂的哺乳金嘛 其實育兒的時候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當你這麼做的時候 別人還是會覺得 欸是不是不好看啊 不美觀啊 欸是我想問你們的 裡面的成員真的有在外面 就是公共場合哺乳的時候 真的遇到這樣子 就不友善的言論跟對待 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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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幾乎所有的親子育兒家庭有蠻多 因為只是說我們現在在這個事件上 我們會比較嚴謹一點 萬一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其實通常不會採取 息事寧人的做法 因為我們希望把這件事情推向成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創造更友善的育兒環境 那包括我們這個孩子有這個需求 然後大人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周圍的人能不能提供這個友善的空間 或者是把它視為一件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氛圍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到底我們有了小孩之後 我的工作跟生活要如何能夠平衡 我們前陣子還是繼續在做了一些 懷孕歧視的相關的案件跟工作方的調查 其實我發現女性在遇到懷孕的時候 她受到的這個職場隱性的歧視 其實數量還是多的 公司能不能夠讓我們真的可以安心的懷孕 而不會覺得是增加同事的負擔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 在我們職場裡面會遇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包括生了小孩之後 我們去公共場合 包括我們就有候選人去新北登記的時候 因為他的小孩很小 然後剛好又生病 他就是很黏媽媽 結果去登記的時候 被認為是就是12歲以下兒童 所以不得陪同進入登記 為什麼 這是什麼規定 那這是什麼法的規定 只有新北選舉委員會 才有做這樣的規定 因為他有規定 陪同人員不得超過五位 好那我們就是 連同小孩算為一個人 這樣可不可以進去 也不行 所以我們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被擋在外面這樣 然後就過了 就是登記參選時間 我們到參選登記的最後一天的 那個禮拜五下午的時候 我們再去登記一次 然後那一次我就有陪同 我們真的直接在現場 我們就是爭取 然後我們就開了直播 那個新北選委會 其實也蠻遏止的 當時就是 還把電梯鎖住 不讓我們去三樓 然後就是用各種方式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遵守規定 然後我們還頒了相關的母法出來 因為其實 像公務人員洽工 甚至是我們去投票鬼箱 其實如果我們是帶著 就是孩子一起進去 其實是可以共同進入投票鬼箱的 但是其實在新北這樣的規定 其實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 後來在我們爭取之下 終於在最後一天的 倒數兩個小時 有開放我們進去登記了這樣 好 那我們認為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公部門 帶頭歧視富佑的一個現象 因為其實這的確是 蠻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包括我們去公部門洽工 或者是進出大大小小的 公共場所或者是捷運 甚至是醫院 都應該要把兒童視為一個人才對 好 那這個才是真的是有人權概念的 基本上公部門或者是公共運輸 或者是醫療大眾場所 應該要帶頭做友善 好 那這個才會對於我們生小孩 生了小孩之後 我們會被怎麼看待 我們的孩子會被怎麼看待 我覺得絕對是一個帶頭影響的作用 對 因為我覺得我這幾年的確 有感覺到你說的就是這個 就是育兒環境很不友善這件事情 不只是我們的政策 很多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其實常常在看到 就是可能網路上會有人說 今天去餐廳啊 然後隔壁的小孩吵死啊 然後什麼 或是有些餐廳會覺得 小孩不要進來 所以少子化這件事情 就是就羽容所觀察到的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育兒環境 非常的不友善 其實政策 然後跟我們整體社會的環境 對於要帶小孩的人 都有很多的就是不喜歡 然後有點排擠這樣子 我們從生了小孩之後 從懷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產假 然後呢 父親是不是有陪產假 然後有育嬰假 育嬰津貼 親職假 甚至是親職教育假 這一些 其實這一些相關的補助支持 然後是不是有到位 然後這個東西 就反映了我們 到底敢不敢生 甚至是我們都還沒有到 有了這些假之後 我們在文化上 我們敢不敢請 敢不敢用 現在是連基本的 這些假的保障 有沒有到位 這件事情都還是不足夠的 那其實另外第二第三項 就是我們大多的 這個親子友善 很少從兒童出發 大多都是以 從父母大人的觀點 方便出發 這樣子去做的 但我們其實 也蠻想做的是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機會 真的去拿掉 所謂的父母懲戒權 因為前幾年 我們在推的是 去去除掉 所謂的校園的提罰嘛 我們其實真的想推的是 其實現在全球 有將近60個國家 它其實是禁止父母 可以懲戒 體罰自己的小孩的 即便在家內 都是禁止體罰的 那我們在台灣 其實還沒有真的 足夠的聲量 來討論這個議題 但其實我們 作為一個政黨 從小也是一直 實踐不打不罵 來教小孩 我們的確是想要 在法治上 就直接去拿掉 父母對兒童的懲戒權 好所以我們其實 覺得應該要有 兒童出發的觀點 跟在法治上面的保障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就是因為小孩 不打不罵 然後才會在外面一直鬧 然後就是這些家長 都縱容什麼的 就是你對這樣子的 言論有什麼樣的回應 我其實覺得 回過頭來思考 是在台灣的育兒環境 尤其是都市裡頭的育兒 小孩的生存空間 真的非常的小 像我們小時候 如果就在野地裡爬樹啊 有各種自然環境 生長上長大的小孩 其實我們的那些玩樂跟體驗 好的需求被滿足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不會 這麼的容易躁動 那整體環境來說 跟台灣我們的 綠地的空間非常的不足夠 孩子真的不是在一個 適合他生長發育環境 他一個生命應該要有的 就是自然體驗下 長大的孩子 他自然就會比較躁動 所以我們如果 從兒童的生命發展去看的話 就知道我們本身提供的 就不是一個涉含孩子生長的環境 因為他們的生長 可能就是處處受限 然後可能想要發泄的經歷也無處發泄 所以就比較容易 在公共場合的時候 做出一些探索 或是把餐廳當公園的 對 沒錯沒錯 因為他的探索機率 本來就是很小 所以本身我們要在想 在台灣要育兒 為什麼有一些家庭 他會寧可希望 我可以搬到遠一點點的地方去 我不是在城市裡頭長大 我們必須全面的考慮這些 本來就很限縮孩子的發展 所以就是一方面是 育兒環境不友善 就是在社會氛圍方面 第二個方面就是在 實際的空間配置上面 我們也沒有考量到 就是小孩要長大所需要的 那小孩子不能好好長大 他其實就會連帶給家長多壓力 所以你覺得這也是 導致大家就覺得 算了不要生了 因為生了就是 好像也很難讓小孩要好長大 真的生了之後 我們你會立刻覺得 我好像變成次等公民 就是我帶小孩去到哪邊 我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那麼受歡迎 我從懷孕期間 我可能就會造成 同事的一些困難跟困擾 所以等到小孩到三四歲 好不容易 我終於可以送到幼稚園的時候 立刻我們會遇到 學前教育公共化的問題 公托足不足夠 然後還有公托的品質 是如何 那這個整個 我很容易反映出來 是我生了小孩之後 我辛苦的所有的勞動的成果所得 全部都進到了業者的口袋 但是我跟我的孩子 有沒有真實實際的 相處的品質的提升 那我的孩子在幼教裡面 他有沒有照顾品質的提升 甚至是照顾我孩子的人 他的心情好不好 他的勞動條件好不好 好這個整體都是 要思考的問題 然後所以我覺得 找子女化這件問題 其實很複雜 他其實真的是動搖國本的 他也是一個國安危機 我得要怎麼說 因為如果這些環境 都沒有全面的去想到 光是什麼 一胎補助我六千 補助我七千 補助我一萬 好像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真的啊 真的因為我在乎的 不是那個一個月 一千一萬兩萬這個錢而已 而是整體的社會文化品質 這幾項有沒有 真的一起幫我顧慮到 那我也有真的顧慮到 才叫做一個真的友善 親子家庭跟育兒的環境 我們才會真的放心生放心養 因為政策好像以政黨的立場 好像如果我們選得上 我們可以處理一下 但是社會文化這個部分 在政策的回應上面 可以怎麼做 其實以前我們去日本旅行 會發現很少親子家庭 尤其是日本的親子家庭 會做大眾運輸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集體的意思是 我小孩會吵 所以我如果去做大眾運輸 我會打擾到別人 所以他會直接規避掉 做大眾運輸 他會直接開車出門去旅行 但是我們發現這幾年 在日本的政策上 他在捷運 或者是在公共運輸上 他會寫說 嬰兒可以哭 我們的孩子可以哭 意思就是說 他是容許這個生意在裡面的 那他當這樣放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媽媽 我看到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被接納 無論我小孩會哭不哭 我去那邊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比較安心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整體在育兒環境上 我們最基本公共部門 可以帶頭做的 就在公共場合哭 好像是一個不禮貌 會打擾別人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社會氛圍 應該要去允許小孩 可以就像一個小孩 小孩他有哭 跟探索 跟發展的需求 我們一般的人 可以給秤出友善空間 但是如果 比方說航空公司 公部門或機構 他都可以帶頭做 我覺得那個就是另外一個 更相對友善 比方說小孩真的 哭鬧有需求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想要要求 換去別的座位 但是可能有一些航空公司 他就直接處理 親子家庭 我直接幫你升等到 什麼什麼艙 讓你可以有更安靜 他取決於這個機構 如何看待 我能不能真的友善 這個有需求的人 今天我覺得我自己 學到很多 因為我還沒有小孩 所以就對很多 育兒這件事情 也只能用聽的跟用想 所以很感謝 今天羽絨用這個 真的是一個媽媽 跟整個黨 都是為了這件事情 而努力的這個身份 來跟我們分享 那台灣嫂子華 因為畢竟 他就是一個長久之戰吧 所以會有很多 大家需要做的事情 對如果說你是一個 就是一個 你是一個店家 我覺得你可以 聽到我們這一集 或許可以試試看 在你的店家辦一個 欸小孩可以哭 小孩可以玩一下這樣子 就是不要讓小孩的存在 變成好像是一個 很負面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所謂的友善 不一定是要有什麼 兒童郵據啊 或者是卡通的東西 這樣而已 有時候是包括整個文化 在整個環境 人的對待的支持上面 是友善的 我如何看待他 就是真的是一個人 我覺得那個友善 才是最巨大 他雖然無形 但是他真的是非常強大 而且是足夠溫暖 好今天很 真的非常謝謝羽蓉 也很希望大家 一起努力讓這個環境 真的是對小朋友 跟帶小朋友的人 都友善一點 那大家1月13號 要記得去投票 對一定要去投票 喔 那記得領票喔 有三張票 OK有區域立委 有政黨票 跟這個總統 去記得去投票 謝謝羽蓉 今天謝謝羽蓉 謝謝 Party's over Get out 泰嘎張蕊撩 假如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 那拜託給我們五星評分加留言 如果你對今天的派對內容 很有共鳴 瘋狂點頭 也歡迎你追蹤鬼島的IG或臉書 並留言給我們 有話大聲說 也是一種女力或男力的表現喔 那我們下次派對見囉 掰掰 掰掰